这句名言可能对三四年级的小学生都不陌生了 很多人从小就被教育 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中都要保持勤奋 这样人生才会有所作为 按理说普通人做到勤奋尚且可以有所成就 那么对于拥有地位资源金钱的古代皇帝来说 他们勤奋起来 岂不是勤奋起来 不是要一统天下了 事实上是这样 但是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个反例 崇祯皇帝 历史上的崇祯皇帝 那可是勤奋楷模的典范 已经身居高位了 但是还是言语律计 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 许多人还在睡觉的时候 就起来批阅奏章处理政务 不到20岁就摆了头发 但是纵使这样 国家还是内忧外患 上下一片烂摊子 导致最后还是亡了国家 这就让人不解了 皇帝勤奋是好事啊 为什么如此勤奋的崇祯帝 还会沦落到王国的地步呢 首先 崇祯皇帝勤奋 这是事实 但是另一方面 他这个人 刚愎自用 而且自命不凡 对于朝野上下的声音 想来只听好的 都说忠言逆耳 但是他却不能接受 自己的反对意见 想来这也是皇帝的特性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怎么会容忍别人说他错了呢 一意孤行 不听忠言 这是王国起义 再一个崇祯皇帝的性格 是很暴虐的 喜欢杀人 是反对意见的大臣 杀 忤逆自己的杀 这样 朝野上下 谁敢说真话 为了保命 肯定都会说好话 所以 他信用了坚定之臣 温体人 也就是这些坚臣的命运 导致他没有认清 自己执政上的问题 加上残暴 王国被覆灭 是迟早的事情 前两个 都是崇祯自身的问题 最后一个 就是王朝本身的问题了 崇祯皇帝 从祖辈手中 接任大明朝的时候 国事运气 就已经病入膏肓了 也就是说 即使他当不当 这个大明皇帝 大明朝都是要覆灭的 只能说 幸好有他的勤奋 但是这份勤奋 也只是让明朝 晚一些覆灭而已罢了 当然 崇祯皇帝勤奋 尚且王国 这个例子 说明不了什么 勤奋仍旧是一个 可贵的品质 但是一个人空有勤奋 没有其他好的特质 那还是不行的